这盘棋讲解是破棋马局 2023年的四番棋约战 咱们看一下宇欣对战蒋川 双方的第二局 本局是宇欣先行 棋马局 咱们蒋川是金三足 红方挺三兵 黑方是上马 红方跳马以后 黑方是单挺马 那红方他选择找法是非左向 这个棋的意思将来就是要 不是贴身把鞠拿出来 那黑方就抢先出鞠了 红方到这先出右鞠再说 那接下来黑方是鞠九平七 准备从七路线杀出 红方他右鞠左翼 你杀出可以 我这边给你换了 换完之后你要吃我的马 我就上 你要是盯着我就看 现在打你 那黑方他选择的招法是金鞭足 这样的话 红方选择一个炮八进四 出了炮八进四 还可以炮八瓶九 也可以补试 那么他进炮 这个棋就走得比较猛 什么意思呢 初看之下好像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我们能想到的招法就是炮八瓶七 平炮亚马出鞠 这是一个思路 那么这的话黑方就上马 接下来他要对炮 那红方也是接受了 对完以后呢 火方先把鞠拿出来 他在等一步棋 因为刚才你炮在这里 他出不来 他准备亚马出鞠 而你炮走开之后 他顺利成章就出来了 他主要在等什么呢 就是黑方飞向 你一向之后 他给你换了 为什么要换呢 不换其实也可以 他换了之后 其实更简单 想控制局势 这个鞠王的一点 为什么要等这步棋呢 因为你要是在他没有飞向的时候点 那人家进炮一串 还打你 所以的话 他就是要等一步棋 首先给炮生根 其次的话 你要是打人家 打一将 顺便为你中足给抢了 那你等于徒劳 白走一步 所以黑方既然要丢 所幸不合适 就希望你赶快抢吧 你不抢我就出去给你对了 你不对的话 拒还过来吃你的马 所以到这儿 红方既然来了 肯定要抢 不然的话 泡八斤也受不了 抢完之后 这边是吃 那接下来红方吃 从表面来看 红方确实是 谋取了黑方的中足 当然你可以再吃一个变足 但是你要这么下的话 将来这G1点进来吃兵亚马 可能这个马又不舒服了 红方在这儿没有这个心情 他退回 只希望能走到兵器精英 把这个G杀过来 看住马 那这个G将来就可以下 黑方则是点进来 准备继续贯彻吃兵亚马 那红方就冲兵 不让你吃 黑方给他摁住 红方能走的就是G8品7 先看住再说 必要时候呢 这边就有一个冲兵过去 如果你用G吃过来 双G抢我 回马便要对个G 一旦换个G呢 就减轻压力了 那这儿的话 如果你不吃你杀回去 那马就上去了 现在再给你对G 无论你对不对 这马已经活了 所以平G更稳一点 这样G的话也能下 那么黑方是8品9 他准备抢兵 这里红方就冲过去了 黑方则是双局一线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呀 刚才如果G8品7就可以 强行对他一个局 那这起就稳住了 现在你马要退波心的话 还是呢 比较笨 毕竟黑方他这个双G炮 更为灵活一点 所以红方 瘫了对方一个中足 结果要受攻 那这儿的话 他准备炮打出来呀 将他下几线欺负你 掉G的意思是 不让你马跳出去 那这儿红方呀 就走了一个 冲冰冰 等他一步棋吧 黑方一打之后 红方马上就连G 红方意识到 这对个G 就没事了 那黑方他打一步 不让你对 红方就掌局 将来可以呢 必要的时候 抢对方的阻尺 黑方他迅速下几线 那这起 红方还是啊 退回 这个棋 他可以双G一线 随时对局 黑方要么就G3品4 要么就G7品6 我们先来看 G7品6 因为这个棋比较凶 到这儿要杀棋 如果你杀马 他吃双 所以的话 这个棋他会对局 解围 黑方自然会对调 然后把冰一抢 要吃相 红方通过平局 准备吃炮暗宝 你不能吃 否则的话 退局吃炮 相还飞着局 那就有狮子 那你不吃的话 现在这个棋啊 怎么去赢呢 人家下一步棋啊 就退回 这边是 看住相 强行吃双 你的炮退回 他再跟住你就行了 所以话 这度棋啊 那确实是不好赢 啊 我们再来看 G3品4的交法 这度棋啊 主要是调虎离山 那么这儿 常规交法是 G8品6啊 常对局 那对方有可能会啊 不对 或者藏到边线去 当然 红方可以上马踩 你过来再对啊 也是可以 G5品6的话 其实想强制性对局啊 必先杀他 黑方当然可以不对 但是红方在方中间 跟刚才局面还原了 所以话 黑方也没什么好的手段杀进来 所以话 他决定换掉 换完之后呢 贯彻我们所说的 吊虎离山 这时你不能对局了啊 然后现在他要杀底势 你怎么办吧 你这个棋一旦一丢势 就有熟起的风险 那看住的话 他进居于杀 如果你看马把象吃了 丢象也有熟起的风险 那这棋你要是上马看象 他不抵视啥了 所以现在啊 这三个子受攻 红方该如何解决问题呢 一般人走这啊 可能就输了 但今天吕欣 教了我们一招呀 非常实用 咱们跟吕大帅学习一下 他这个棋怎么走呢 马三推二 哎呀 这个奇妙呀 一招棋走的 又看住了这个象 双向连结 又看住了这个式啊 那你还没法吃 黑方就想 那我平均帮马 不是抓死了吗 那眼看这个马要丢 这一丢的话 狙炮出去赢了 但是的话 吕欣这个棋走的好呀 他又走了个退居回来 那你要吃可以 我拉住你 下一步把你阻止掉 这心怎么赢 你将来一退居 人家不炮吃 你不退的话 永远被牵住啊 所以今天这个棋 走的真是七死回生呀 太精妙了 对方不敢吃啊 他也看到我退回 我下不吃你不就完了 那红方就顶上去 不让你吃了 这样的话 通过弃马 解决了自己的 事项被攻的局面 然后现在顽强顶住之后 对方暂时没骑 他赶快就过足 红方则是掌局跟住他 你对局肯定是何其啊 你平足他现在补个事啊 牵住你一没骑走呀 因为你炮一走 他把你足踩 所以你要走这个炮 就得先走足 横着走吃掉 那只能竖着走 啊 这儿就进一步 那为什么不走 巨八退一呢 道理是一样 巨八退一 你用巨石中兵 那巨石你足 炮打中兵啊 那马吃你足 所以你最重要 保住这个足才有机会赢 这样的话 他把你拉住 黑方呢 就想把这个兵消掉 这样的话 他找机会 看能不能啊 这里甩火 他退回去啊 他盯着兵啊 将他强行夺身 你吃一个 他吃一个啊 现在巨炮足 这样还有下 但是红方这步平居啊 应该合适 红方的态度啊 你现在如果走这个炮 人家马就上去啊 准备铺巢去了 所以黑方还要受攻啊 将来可能要退回 是要炮防守啊 一旦你一防守 你就没法赢了 所以这个戏啊 红方可以设现一个 腾挪啊 一攻带手 所以的话 定居心啊 到这儿确实下得非常好 蒋川一看赢不到 双方再三平 看下半戏